第2節 第二節比較緊湊 今次的目標就是快點去講 Vari的一些深水陣式設計和一些重點 然後我們會立即在網上挑戰一下 10分鐘後 網上挑戰 我們先進去講一些重點 除了剛才講進攻和防守指示 其實從上集開始有一個很新的設定 就是進階指示 其實這裡有四格 其實你設定後 你在打的時候可以開關 即是可以突然關掉 用十字鍵 對 用十字鍵關掉 它分開進攻和防守 每樣都有兩格 你只可以選兩個 但是進攻兩個 防守兩個 譬如進攻我們看看 其實有很多選擇 譬如說它有些假翼風 即是假翼風 假翼風 但其實它會推到中間 你有什麼推介嗎 推介嗎 我自己常用一點 我就會用一個圓邊線 其實顧名思義 就是把人拉到很遠 散到很遠 散到兩邊很遠 因為我自己其實都控球比較多一點 所以它拉遠一點 拉闊一點 其實對於我去猜球或去做球會容易一點 引開對方 引開了比較難看 其實你以為我拉開兩邊 然後你就被迫要跟我去兩邊 但其實我在中間再去的時候 你會變成人 所以我會拉開了 相反你對於自己扭球有信心的話 可以是這個打法的 扭球也很猜球 其實都對 其實都沒有壞的 另外一個我常用一點的就是優先節環傳 這個就是當兩翼拿到球的時候 前鋒就會站定定在籠口等頂球 等接應 這個重要的 所以一個套餐就是 其實我沿邊線 我兩翼做了一些攻勢 然後中間的前鋒 我肯定它在中間會等到 或者可以佈到位去做攻勢 這兩個我常用一點 不過另外今集有一個新的東西 出來了就是防守 這個也想跟大家提一提 其實這個就是 我可以指定一個球員 其實他是不會做攻的 因為今集有很多人反映 那個屈不是叫屈的 就是被人爆兩邊 很嚴重 其實這個防守都可以解決一點問題 就是譬如那個閘位 你想它抹起輪位 其實可以用防守來做 這個可以怎樣做 這個其實你可以 其實你剛才說被人爆那樣東西 其實最常見就是兩閘 因為其實兩閘會助攻的 它一助攻上去之後 其實它會掉了位置 所以通常以前沒有這個設定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做法 就是將閘一邊施邊 就是變成中間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中間的特性 就是它不會助攻 它會慢慢移到中間 又可以又不好 所以反而這個防守就幫到手 就是它這樣可以做回一隻閘 但它就不會亂上去助攻 那麼就站在邊路 我們試一下按一下 它按一下 它按了之後就可以選一個球員 你就已經做了這個動作 就是選一個球員 它就不會上去攻攻的 這個我覺得今集這個設定是幫到手 不過尤其是你現在這個陣 本身又有CMF又有LMF又有LB的話 那就更加可以了 沒錯 那講進攻之後就講防守 防守其實就... 我通常這兩集都是用反攻要員多的 反攻要員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它不會參與防守 嗯...它永遠都是站定定的 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因為它站定定 所以它的體力的消耗是很少的 所以你踢到原場 可能還有很多體力 七百成也會有 而且你可以當它是一個進攻的起點 因為它永遠都是站在那裡 可能你傳到那裡給它 才會再發動一個很穩定的攻勢 沒錯 所以我比較偏向喜歡用反攻要員 通常我都是設置兩個前鋒 或者如果我有時踢4-3-3 我都會將兩翼就留在那裡 不會放的 那麼有波就可以很快就去兩邊 趁人家的後防搏弱的時候 你就容易可以攻擊到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快速壓迫 這個就是終極關頭才會用的 因為其實它的體力消耗很大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瘋了就不斷迫球 不斷追球 傻子出去搶 對 把搶球搶 但是它連防線都會立刻貼住對方的臀部 對 所以你落後 尤其是落後被人猜的時候 你用這個快速壓迫就可以 打亂一下 打亂一下對方 所以我起碼不會那麼容易被對方拿著球 從前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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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體力消耗很大 其實我試過一開球就用的話 其實半場已經沒有氣 其實我長期都開的 是啦 我去到70分鐘 60分鐘就沒有氣 就很快就沒有氣了 前隊都沒什麼氣了 所以這個如非必要都沒有什麼都不要用 或者是不要開足 因為我試驗性質 所以我開足就只是踢60分鐘而已 沒錯 所以這兩樣我就會用得多一點 另外有些中心防守或者擁向禁區 就是將後防怎樣塞住位置 塞後一點 看看大家有沒有需要 這個是不是中心防線也有用的東西 這個就是拉後一點 但如果說是退後 退後 不斷退 好處就是不怕被人直線 但你會被人拿著球 可能搓你 所以就看看對手的打法 如果是扭球型的 越退後就越扭 其實這些都很有趣 例如你把防線調到10格 但你突然間又把中心防線開了 它又突然間拉到最後 其實都可以試驗一下 你們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效果出現 沒錯 這個也是足球有排練的 對 不同人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這個就是我現在主要的做法 另外這個就是進階指示 另外最後一個就是釘人設定 就是說你會有什麼指示 這個就簡單一點 你可以用一些波別球員去指示 即是人釘人 簡單一點 對 但其實他比較有趣 他只是去指示那個人 其實他指示賓斯瑪 就會指示賓斯瑪 但如果賓斯瑪 突然間他做了後衛 可能你也會照樣指示 沒錯 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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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衛都做 這個就要留意一下 這個 man mark 我們都不詳細講 時間關係 我們又講一下流暢對應 這個都挺有趣的 這個 我去到講一下 你說吧 你說吧 我講一點 因為要開球 這裡有一個流暢對應 可以開同關 開完之後 你會發覺 你把那個 右邊的咕咕 右肝 你去剃左右 他就會有 多幾個陣式出現 其實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把一個陣式 變為三個情況 當你開球的時候 他們會這樣站位 現在畫面看到 當你去到進攻 他又可以做了 變了另一個陣式出來 像剛才所說 如果你進攻的時候 可以 當你現在可以 進攻的時候 其實跟他開球的時候 是一樣的 你說有什麼玩法呢 這樣 譬如我進攻的時候 我可以把他 其中 開球的時候是這樣 進攻的時候 可能把他推前一點 把巴爾變成一個 右翼風 這樣也可以 這樣 另外 就是他剛才說 他還有一個情況 去到第三頁 就是 當你不拿球 即是防守的時候 你又可以把他 演變成另一個陣式 我先做 這樣 我先做 現在的設定 我將他 攻的時候 變成一個右翼風 他守的時候 他又可以把巴爾 退下來做一個 右中場 那其實是代表什麼 你攻的時候 可以攻得上一點 但是守的時候 他又可以守回後一點 這樣 好像我上一集 譬如 頭鎚很厲害 我有一個慣常的做法 就是 我控球的時候 我就是 DMF 向前幫手 搏一點 搏腳 但當我守的時候 我會把它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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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CP的角色 這樣 因為 尤其是用王馬 我也是用王馬 那王馬 就是 他卡斯米露 他都可以 打得到下 打得到下 CP 夠高大 他 就可以變成 他 鬥得比較深一點 即是放棄一個中場的捷擊 他就可以 比較上 幫手 去手頭鎚 這個是我上一集的一些 設定 很有趣的 這個可以再試一下 我只是教一個概念 例如 攻的時候 咦? 不是啊 不如 將他的AMF都推上去 變成一個SS 又會怎樣 可能 他手的時候 是一個中場 他會翻得比較厚 但攻的時候 他就會上去 變成一個 假影子前鋒 其實這一個 就是流暢陣式的 特別之處 你可以當自己是 哥迪奧娜 你喜歡 玩一些陣式 試驗一下 去到做 你自己心目中 想做的事情 意思是 將一個球員的角色 他的工作 再擴闊 細分一點 細分一點 但是有一個缺陷的 也有 因為你 令到他的角色 演變大 他跑上跑下一定會更多 他的體力消耗 相對來說 所以就不建議 流暢陣 就變得太跨了 對 你不要說 將那個閘 你不要說 將那個閘 變成空球 那一陣 推上去 變成這樣 當然就 不可以了 當然可以試一下 告訴我們 那個效果是怎樣 除了剛才說 你變成空球 不空球 開球有三個陣 其實他裡面還有一個 叫做 自動變 對不起 這是自動的選擇 等一下 那邊 切換那個 預切戰術 除了你用那個 一個陣式 那時候之外 其實你可以同一時間 你選擇 三個陣式 你看到 現在那裡寫著 一字 你可以在這裡按下 2 2 3 其實你可以同一時間 你的陣式可以設定三個 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你可以在 打中的中途 其實你可以按 十字鍵的上 或者下 就是你可以 因應你那時候的情況 你可以把它改 可能我正在打4-4-2 攻入 我不如試一下 改成4-3-3 你可以即時可以這樣改 有一個叫 預切戰術 就是這裡 開 開預切戰術 你就可以在打中 就可以改 或者通常 我補充一下 因為通常用這些情況 用這個轉的話 通常可能應對一些 用manmark 對付你的翼鋒的人 你可以把左右翼鋒交換 變成manmark就會錯 對 剛才說的 就是你調了位 人家manmark 你就變成manmark不到 可能交叉了位 這樣去manmark 我們是不是差不多了 對 我們現在就開球了 直接開球 開球 一邊開球又說一下 我們就 網上挑一下機 就由我們上兩屆的Winning冠軍 香港的冠軍 去挑戰一下 看看誰不幸運 我們要不要找人扮演 吳佳謙和keyman 不是 我們三個就是 剛剛我有些話想說 我忘記了 是的 亦都是Winning這個遊戲 這個足球遊戲 最有趣的地方是 就是關於陣型的設定 陣式設定 這個足球遊戲來說 基本上 你只能夠控制一個球員 頂腦就是夾球 即是包球 而其他都是由電腦控制的 而這個陣式就是 就是我們怎樣去 在一個有限度的環境之下 控制那些 隊友怎樣走 是的 而Winning這個遊戲 它是比較清晰一點的 那個指示 或者那個陣型 或者各方面這些 是準確的 你可以容易設定到你要的東西 因為這個也是 我們簡單來說 跟另外的足球遊戲 比較的分別 因為另外一個足球遊戲來說 那個陣式就設計得不太仔細 是的 好 現在呢 就設定一個對賽 網上對賽 測試網絡環境 我們現在就即場去挑戰一下 緊張嗎 我幫Werry 包一包底 因為我們現場 因為有經過幾個Capture 其實真的會有一點點厲害 如果你看他有一點點 整個頭盔凹 就給他一點點面具 其實就可能還沒有關係 沒事 沒事 我按了這麼久 沒有東西設定 完全沒有延遲的 沒有問題 靜態是看不到的 其實我們說 打Winning來說 Online和Offline是兩派的 即是足球都不同 是兩個派系 玩Offline的上網是不會反應的 譬如我還沒那麼適應到 即是你控球那一下 或者微妙差一點點 你就失去分寸 或者很難適應 反過來玩Offline 即是要你玩Offline 其實有時候 都不是有時候 要少許時間適應那個節奏 微妙的 其實真的有少許分別 有時候 如果他對手比較偏遠 那個分別更大 所以說 Very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平時是玩學Online 但比賽是Offline 那你又要去調節 也是 其實香港 你Offline打的地方不多 場地不多 就是你家裡 家裡也自己 但家裡也自己打 很難招呼一群人來一起玩 所以反而有比賽 可能我們一群人 就自己出來自己 預習一下 其實Very 我認識了很多年 很多年 朋友的朋友 而我們朋友的朋友 幾個都有玩足球遊戲 我沒有記賽的另一個朋友 他就是另一個足球遊戲的冠軍 曾經 曾經 我們大家都意外地 不是我們 你們 都很厲害 這個圈都意外地 這個世界很小 但是找不到對手 是找不到對手 竟然 搞錯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退了 打賣級 對 現在大部份不玩賣級 哪有時候玩這個 我們現在選擇一個最簡易的模式 就是選 Online Division 不如你 對 你是不是教了Level三 我們試試教Level五 你沒有配對 你沒有配對 應該可以的 沒有 因為你本身那個 有人打 可能這邊的連結 有一點 應該跟Level沒有關係 再不是你用賣級 雖然賣級我 那對球比較差 夠了 不行的打不到 是很白痴 馬上考他 考你 考你 這個有趣 我們即場網絡測試環境 即是即場打 我們不如現在試試 Werry又說一下 其實你一直 之前贏了幾次 你去打亞洲賽的經驗 你覺得其實香港 選手出隊有沒有得打 其實是有得打 你說說你上次的成績是怎樣 你出亞洲賽 其實上次亞洲賽有十個 包括東南亞 韓國 日本 和香港的選手去比賽 十個人 五個人一組 就分組賽 我小組就 差一點 就出不了 所以 所以 差一分 最後一分鐘 人家追和了 就出不了 所以去年 就去不了世界賽 但是 你問我 香港的水平 在亞洲 沒有說亞洲 其實在世界來說 其實都不差 只不過我覺得 香港可能有少機會去比賽 因為環境因素影響 大家打可能都是自己 躲在家裡 可能是在網上打 或者是跟幾個 可能有些很親密的朋友 或者是小朋友一起打 但是 你出來這樣比賽 甚至於香港比賽 一年一次 你很難有實戰的經驗 你出去打 就可能你虧在這裏 但是技術層面 我又不覺得 外面的人 會比香港的好很多 我 香港 我都未必個個 炒到 但是 我出到去 有些對手 真的我可以炒到 所以 即使你再做一年去打世界賽 其實世界賽的對手 都不是贏不了 當然 我之前的世界賽 分了賽都不能出線 但是 起碼我都贏了 兩場贏了 一場比利時的 有了 終於有對手 有對手 因為其實 可能是關於網絡的事 因為要看你 Lavion的狀態 我們照顧一下 就試一下 不要的 好 那先設置一下 陣式 都是像剛才那樣 還有鑽石陣 那陣已經設定很熟 哈哈 現在就沒有了 好像以前那樣方便 插一張卡 其實也有得保護 剛才忘記保護 可以保護在自己的機場 但是出到去 我們比賽通常都要由台設置一次 所以有些比賽就很痛苦 一個陣 因為我聽其實都可以 但是那個複雜很多 你又要用USB 又要用USB 又要用那個帳戶 所以出去比賽挺有趣的 就是設置陣永遠是最痛苦的時間 因為你 我們看看對面那陣 對面那陣 完全是反擊陣 其實這個是OK的 他對面又說一下 很誇張 我覺得其實看別人的陣式很有趣 這個又是什麼呢 其實是532 他這個是什麼 其實是703 基本上是703 712 他是不是已經有收聽這個節目 知道你是冠軍 真的第一次見 所以Wavy立即 立即 立即 很仔細地設置陣 有沒有呢 好 開波了 非常之期待 這個 贏多少球 不過也是他這樣的陣式的設計 我想而知對方也是一個老手 就是他亂玩的人 就不會有這麼特殊的陣式設計 他一定是有一些自己的心思在裡面 其實Wavy立即這遊戲 玩很多的玩家都是很資深的 所以你在比賽的途中 其實大家的技術都有一定 好 剛剛開波了 嘩 忘記了不加謙 沒錯 龐說是日文的 因為Winling 玩開這麼多人的Winling 是講日文的 對吧 因為他的背景是龍馬的 對 背景是我的 中文是由我們來講 沒有問題 日文是背景的 我告訴你 這裡有先天不足的 你小心 對 那是小小的 但剛才那個全得漂亮 剛才那個 他已經拿不到 對方也不約 對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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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用的 有前鋒是好很多的 我上集用巴黎的時候只有一個前鋒 基本上全部都是翼鋒 對球就變得不太平衡 反而今集多了尼瑪 前線選擇多了 優勢就在這 其實Winning這遊戲 這個足球遊戲我覺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玩對戰的時候 你是很感受到對方的技術 對方的技術高低 你是很感受到 因為它的自動偏差比較少 對方和你自己的心思是看得很清楚 龍馬交給你了 我趕著提波 對 很明顯對方後面有很多人 很多人 中間就真的沒有了 中間就放棄了 這個程度上來說是挺聰明的 中間就任你猜 後面 他的手也很聰明 不會亂逼的 有什麼理由 無緣無故不會搞我這樣的陣 一定是知道跟你打 整七個人都在後面 龍馬嚇七人而已 他還沒有了 對 他還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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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很厲害的 對 我們防守 也是 保持距離後退 是最基本的防守策略 不是你那麼挑 今集的斬球 是比較弱化了 難過上有很多 對 剛才如果是一七的話 應該已經進了 嗯 都幾多人 有沒有 有 有 這個攻勢很可惜 對方的反攻也都非常快 他看得很準 很熟 他對於自己球員的走位是非常熟 這個一定會打三個人 而且基本上他只有三個人來攻 對 對 對 他能夠攻,不能夠攻就算了 但他只有兩三個人都能夠攻 也算是這樣的 我覺得 剛才那位他都能打進去 那一腳都很漂亮 很辛苦 打這些人 其實就 因為你踢球就是這樣的 你越攻不到 你就會越 叫你的隊友上去支援 嗯 那你其實 變相自己後面又會少人一點 嗯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哎呀可惜呀 哎呀差一點 不過剛才那一下 控球的時候拉了後 其實都很少 相信都是容易是一些時間的錯判 即是你想把球拉後 哎呀 平時可能射爆了一個網 即是即射 哈哈 這個很明顯 即是按了即射 就是球員反應 有時候還沒那麼快 或者是 也都是一點點 一點點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 剛才這一腳球 如果不是這個前鋒 可能就會好一點 因為他控得很掉 剛才那個是卡蘭妮 沒錯 他控得很掉 我看不到他的字 那象徵度有多高 哈哈 他控得很掉 如果他不是那麼掉 你應該就搞定了 漂亮 這個球球 這個 你剛才那個全球中央的 全球應該是L1兩下圓 L1一下圓 一下圓 因為有時這些密集防走 有時你用L1圓 他的球速會快一點 對 就會反應慢一點 就會有機會傳到多一點 否則你每次都L1三個 當然會準 但是變成你 不夠快 不夠快 那球在空中停留了很久 其實對方回防 時間就會多了 其實對面也不是不懂得打的 你看 對面可以 對面可以 你看看他那些 不會盲標你 真的 這個就沒什麼辦法 哎呀 這個是不入 亦都是不幸運 哈哈 射系喝射系 攻也都攻得好 我最怕就是這些對手 嗯 物質質 經常撞到 對手 是不是啊 對 他 有時一下就會 全場就是射了你一腳球而已 然後贏了你 不過老實說 其實Vavie 你也是一個偏向防守 防守型 防守型 你也是防守型 我們要不要換阿龍華出來 光一攻他 對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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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穿我手 CARO 對方的呢 更加防守型 安東玩笑啦 男人玩笑而已 搞定了 要做一個 對 我們玩imarcily Θ呢 我輸了就證明你厲害 你贏了就證明你近壽 喔 手動前場緊迫 你開了嗎 自己迫 自己迫 對方真的見到他中場放棄了 但是一下就很失敗 有機會就搞定了 哇 因為他今集後防的反應會慢一點 反而這些位置我們去攻他圍著猜 未必太過著數 他那些一下攻回頭 其實我們只剩下兩三個手 就有機會被你偷到雞 所以用平衡就是你壓著他來打之餘 又不可以太過進取 要不然他亂踢上去 然後一下子就這樣 就像我這樣 這個很大壓力 進攻的時候都很麻麻 所以都是一個心理的角力 就是你要攻得他 平時有啊 漂亮啊 漂亮啊 OK 啊 這個手動射就沒有辦法 這是很難說的 那大家剛才看他射球的時候是你的招 這個 腳面彈 哦 哦 好 那這個角球他怎樣 自己好嗎 可以嗎 搞定 哦 他也不是馬上射 他也不是馬上射 哈哈哈哈 好 他也不是馬上射 知道嗎 夠不知道嗎 他還要射一射 對呀他還要射一射 對面會不會改一下陣子 我想他不會 他對這個陣子真的很熱 是 不過又不得不又提一下 因為我在另外的足球遊戲打滾的時間 就是在前一陣子 是打滾得比較久一點 譬如剛才那些球球 九成都是這樣的 就是在另外一隻足球遊戲來說 那些高一點的球 九成都是不能夠即射的 是嗎 都是會控制的 那個反應是很慢的 那 但不是說在網上 是在網上都是這樣的 要做到一個凌空射門 那個很難了 還有今集有些位置 我上網都是 那些球如果是高球 他是會用頭去頂 是嗎 意思是 有些位置我高球來到 我按住射球 就是打算打滾的 他就算不適合 他也會用頭去頂 所以有時候那些位置會很激氣 這個也不知道是不是 鴻麻的 鴻麻的 大家都是互相參考 鴻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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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想浪費了 這個機會 你就唯有 按一下R2 鴻麻的 我們又說一下陣式 剛才說完陣式 我發現 兩個前褲可以站得比較開些 因為是打法問題來的 其實我自己 我會比較喜歡 用L1元去交一些長球 走得開些 但我看你本身陣式的設定 都是 都是 接近的 但我看他自動走 就比較上 鴻麻的 鴻麻的 因為他支援 那裡 你教了 對 有些危險 他目標是軟射的 哇 狂射 鴻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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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肉長盛 鴻麻的 有些事 突然之間 兩個人的足球風格不同了 下半場 可能對方在想 你做了甚麼 你轉了甚麼陣 為甚麼都不同了 是不同人 整個BIT都不同了 是的 現在進攻 就多用撞場 剛才就比較少用撞場 所以可能對方 安東那些 會彈多些 對 還有 亦都 過癮 過癮一點 哈哈 因為 剛才說撞場 其實撞場有好有不好 因為撞場有好有好處 就是 逼他 逼球員 對 可能你集有好 中場也好 可以不斷放上去 有甚麼設定 要轉引 換人 換人 按進去看看他搞甚麼都好 沒有 他都很堅持 他都很堅持 哦 二位 嘩 嘩 沒有氣 他 是的 因為我那個陣 通常對中場的體力要求比較高 所以我選球隊 我就要選後備 其實 你每一個人設定陣 都是這樣 其實你設定陣 你預計那個陣 應該只有一兩個 可能有兩個位 你一定要換 不敢搖我輸 當然 所以就好像 剛才龍馬說 今集會不會來來去去 很多都是巴塞 黃馬 反而今集會比較少 因為沒有了後備 嗯 因為黃馬也沒有後備 黃馬也沒有後備 啊 嚇 嚇 嚇 好 看能不能再拿多一球 好 安東那個 那個 組織速度都很快 彈都很快 再帶過去吧 嘩 竟然 這股也來不到 啊 今集 割一下Keyman 但這球呢 全都差了 哈哈哈哈 你怎樣 哈哈哈哈 頭鎚 頭鎚真的很害怕 但今集已經好很多了 是嗎 上集是你見到他斬到 你輸的機會都很高 其實雖然他的陣好像很 好 漂亮 漂亮 好 來 來 果然是有看我們射神篇 麻煩了 我真的有看的 哈哈哈哈 這集好像是特意看回 是 看回節目才來 溫固自身 所以說這個節目可以提升大家的戰鬥力 溫固自身 哦 鎚 你打的時候好像還沒被人進入球 所以大家盡 但我又不能進入球 所以打法不同 我是不讓他進入球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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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射門的意欲真的很強 對方 好 漂亮 嘩 這個傳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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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成功 咦 Online Dilson初勝利 我們現在第一次打 看習慣了中文 對方是好的 對方是好球 其實要入這個陣 要入他球 真的不容易 其實對方射球比我們還要多 射了完 射了完 射了十一球 我想大部份都是下部長 哈哈 挺好 這場球挺好示範 不過我們這次差不多時間了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試一下 Online Cooperation 即是多人的對峙 好 待會回來